大家好,我是爱好恐怖片的美男子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号称年度最佳恐怖片的遗传厄运 外婆艾伦去世了,女儿安妮主持了葬礼 安妮说母亲是一个顽固而神秘的女人 母亲死了,安妮并没有多伤心 安妮是一个雕刻师,成天在家赶制一些客户定做的工艺品 她有两个孩子,儿子是哥哥,叫匹德 女儿是妹妹,叫查理 晚上在家,女儿很难过 因为她觉得外婆生前不喜欢她 外婆一直想把她变成一个男孩 大家记住这一点,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线索 安妮哄完孩子睡觉后,来整理母亲生前的遗物 发现了母亲的身影,打开灯什么都没有 虚惊一场 这天,安妮又发现了母亲的房间的门打开了 她觉得有些不寻常 于是来到一个都是失去亲人的护住小组 寻求心理的安慰 安妮说,母亲生前患有严重的人格分裂 他们母女的关系并不是很好 母亲一生命运坎坷 安妮的父亲很多年前绝食而死 因为父亲也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安妮的哥哥也有精神分裂 在她16岁的时候就上吊自杀了 哥哥在遗书中写道是母亲害死她的 因为母亲在她身体里加入了各种各样的人格 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家族男性都死了 母亲就是一个厄运体 片名遗传厄运 那么安妮应该会成为一个新的厄运体 也就是说 安妮的老公和儿子彼得最后应该会死 我们继续看 母亲在被送进临终关怀院之前 一直住在安妮家 母亲很善于控制别人 于是安妮的老公不许她和母亲接触 后来安妮有了女儿 为了安慰母亲 安妮就把女儿查理给母亲带 很快母亲就把查理据为己有了 安妮对此很内疚 这天 女儿独自出来 竟然看到了外婆 安妮骂了女儿一顿 正巧儿子要出去聚会 安妮要求带着妹妹一起去 妹妹不想去 但是安妮想让她出去散散心 来到派对现场 妹妹吃了一块含有坚果的蛋糕 她对坚果过敏 吃了后就感觉不舒服 哥哥立刻开车带她去医院 结果为了躲避一个动物尸体 导致妹妹头撞到了电线杆上 妹妹的头直接被撞掉 就这样死了 妈妈安妮悲痛欲绝 一连失去两个亲人 她要崩溃了 终于无法忍受伤痛的安妮 来到一个治愈中心 说出自己的痛苦 来让自己好受一些 晚上一家三口吃饭 安妮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三人关系出现了破裂 于是这天 安妮找到了一个大姐 大姐也失去了亲人 后来通过通灵的方式 与亲人取得了联系 大姐还在家 给安妮展示了如何通灵 结果真的成功了 晚上安妮回到家 看到儿子身上爬满了蚂蚁 就像女儿死去时的情景 当然这都是安妮的想象 母子二人再次争吵 儿子认为母亲想杀了自己 可母亲不这么认为 原来这都是梦 现在安妮精神开始出现问题了 这和她母亲一模一样 看来好戏就要开始了 铺垫的已经差不多了 就在这晚 安妮叫来了老公和儿子 通过学来的通灵方法 想要和死去的女儿取得联系 结果成功了 女儿还上了安妮的身 眼看快要控制不住了 老公结束了这一切 儿子都吓哭了 儿子上学也感觉有恶灵在缠着她 通过那次通灵 女儿的灵魂好像真的回来了 笔记本凭空出现痕迹 儿子睡觉都好像看到了妹妹 为了回归正常 安妮打算烧掉诡异的笔记本 安妮不放心再次来找大姐 可大姐家已经出事了 看来什么通灵招魂都不靠谱啊 电影招魂的教训还不够吗 安妮在大姐家门口发现了一块地毯图案 这和母亲生前的遗物很像 安妮打开了一本书 书上的图案和母亲戴的项链一模一样 里面说了什么魔鬼降临的事 继续翻看 竟然看到了大姐和母亲的合影 大姐也一直戴着同样图案的项链 安妮在阁楼上也发现了 女儿的尸体是被人挖出来的 尸体旁又有一个很大的图案 现在儿子也仿佛丢了魂 彻底被缠上了 此时此刻 安妮很想结束这一切 过平静的生活 可一切远远不是她所能控制的了 大姐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肯定是带着任务来接见安妮的 安妮说 那晚他们三个在召唤女儿的时候被下了咒语 那笔记本上的痕迹 画的全部都是儿子 说明这一切的目标都是儿子 而安妮是其中的一个媒介 如果安妮想烧掉这些笔记本之类 等母亲生前的东西 那么安妮也会死掉 现在安妮已经与这些东西融为一体了 她已经躲不掉了 但为了儿子 安妮还是决定要烧掉这个笔记本 即使自己很可能会死 可老公对这些根本不信 觉得安妮已经疯了 随手把笔记本扔掉 结果老公也跟着一起烧掉了 看来谁扔谁倒霉 倒霉的老公就这么死了 晚上 儿子起来发现了地上被烧焦的父亲的尸体 而母亲安妮则在屋顶上 儿子一直跑 安妮一直追 并且用头疯狂敲门 这将是一个经典的恐怖画面 儿子跑到了阁楼上 这里发现了自己的照片 一抬头发现了安妮漂浮在屋顶 不断的自残 回过神来 又看到了几个鬼怪向她招手 她吓得掉了下去 等她醒来来到阁楼 发现很多人跪在这里 包括妹妹 安妮等 其他人估计都是一些死去的长辈 他们跪在外婆的画像前 原来 儿子是派蒙的宿主 派蒙是地狱的八大国王之一 派蒙必须在男性的身体里 才能完全发挥他的能力 外婆一直在养着查理 由于查理是个女孩 派蒙需要男人的身体 所以之前外婆 一直想把妹妹查理变成男孩 而安妮也说过 母亲想要把别人放进她哥哥的身体 最后导致哥哥自杀 由此可见 外婆很早就开始为派蒙 寻找宿主了 本篇还有一点 我之前没有提过 母子而然争吵的时候 儿子说 安妮不喜欢她 之前就不想生下她 很可能 安妮就知道了派蒙 寻找宿主的事情 所以安妮不想生下儿子 所以和母亲关系不好 所以在葬礼上 也没有多伤心 缓缓相扣 细节非常的多 外婆就是一个 异教的头套 这个邪教的唯一目的 就是为派蒙寻找宿主 外婆死了 安妮接替了这个角色 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新头套 所以那个大姐主动找上她 为她服务 用咱们的话讲就是 都是命 躲不掉 影片两个半小时 细节铺垫非常的多 前一个小时 基本都在铺垫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么一个规律 国际上能够引起轰动的 西方恐怖电影 大部分都和宗教传说有关 也许西方人看 特别有共鸣 但是咱们东方人看 真的有些晦涩难懂 你没有办法定义 遗传厄运里 出现的这些东西 是人是鬼 咱们东方出现的这些东西 要么是人 要么是鬼魂 要么是死人 要么是被鬼魂附身的活人 本片出现的 无头的这些东西 你说是什么呢 这就是西方的宗教传说 所以看一遍 很容易头晕目眩 因为根本就没有认同感 影片后半部分 节奏非常的紧凑 紧凑到 我都得不停的 按暂停 来梳理剧情 我特别喜欢欧美恐怖片的这种画风 深沉而大气 女主安妮由托尼·克莱特饰演 她1999年参演了超级经典好看的第六感 并因第六感 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提名 本片在大家看完了 目前来看 18年另一部 最让我们期待的电影 就是由詹姆斯温担任编剧的 修女了吧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吧 谢谢大家